河岸边遥望莫斯科上空 炫烂烟火齐放 俄罗斯周五适逢建军节 大次办活动庆祝 总统普京这天也出席 仪式献花向自家军人致敬 同时对外炫耀投入超音速轰炸机 95%的战略核武力量达到现代化 普京秀核武实力威胁西方国家 因为美国宣布对他们祭出 最大规模制裁超过500项 影响大量实体和个人 其中也包含中国大陆相关企业 因此北京驻美大使强烈谴责 表示这是经济胁迫 单边霸凌 但CN专家这么说 多家外媒分析认为 西方制裁效果不张 另外普京的海外资产 也藏匿得很好 不容易被发现 难影响他占领乌克兰的野心 最新乌克兰空军司令宣称 又在亚素海击落俄罗斯的 军事侦察机 周五更有30架无人机来袭 造成至少三死八伤